7月20日凌晨二时三十分许 四川省雅安市汉原县马列乡新华村 因暴雨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 新华村位于大渡河上游 在海拔1700米至1800米的高山上 峡谷深处马列河奔腾 水流浑浊 近百米宽的河滩上巨石遍布 记者注意到 距河水几十米远的一间民房被洪水冲垮 废墟里 钢筋扭曲 一辆摩托车掩埋在树丛下 有村民指着河道旁的废墟告诉记者 洪水来势凶猛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山洪 原来这些都是房间 这边都是有几座房子 现在我们这一片全是庄稼 现在都是这么烟 其他人都住在这个地方 从来没发过这么大水 因为大家都没想到有这么大 这么年车水 位于安全区域的新华小学是日常避险区域 如今作为临时安置点 数百民众在空教室里休息 安置点内 电力 网络已恢复 村民生活各方面都有保障 记者看到 有村民躺在床上小气 也有村民围坐一起交谈 每个安置点都设有医务室 记者看到 医务人员到安置点的床前 为老人测量血压 并且做好登记 有身体不适的村民都能得到及时治疗 然后我们在每个安置点 我们都设置了医务室 安排了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这个医疗保障 每天对他们这个身体状况进行这个监测 那么目前已经循诊有300余人士 对100余人呢 他们有的有轻微的这个感冒啊 或者咳嗽这些头疼啊 这症状呢 就进行了这个对症的处理 同时我们也组织了四肢这个消杀力量 开展灾故的这个防疫消杀工作 防止灾故出现这个疫情 灾害发生后 失联人员搜救工作备受关注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新闻宣传处助理员李金科透露 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115人和9只搜救权 以及雷达生命探测仪和搭载有红外热成像仪的无人机 除了搜救失联人员 当天消防救援力量 还重点在上游深山中转移受灾民众 需要搜救的一个范围还是比较大 可能会因为水流啊 被带到下游甚至更远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沿着河道来进行一个更加长距离的一个搜救 石头或者是说泥土啊 它们一些埋压 就非常困难进行一个发现 通过我们专业的一些技术装备或者是一些手段 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 我们的无人机或者是说搜救权 来辅助我们进行一个搜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